各位观众 这什么悬疑感 赌盛有悬疑吗 大家相信在赌盛的桥段当中 都有看到这个 大家椅子要转180度 那我们为了椅子公正呢 我们现在我一个一个唱名 玛丽 我来 请秀 这个 好 请复位 好 接下来下一位是李姓 刚刚把答案折起来 请复位 雨桥 我已经想不出新的音效了 OK 请复位 小安 我是赌 是 她们的盒子配 你很想 好 来 目标就是抓出那个异类嘛 嗯 对 或是觉得自己是异类 密一下 谁谁要密 你要密 我都看到了 我都看到了 我要自作悬疑 你记忆力上不高 不好意思 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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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那个 真仙 开始 玛丽 嗯 我常常看到 是一个职业 一种职业 门口 门口 嗯 小安 会让你有安全感 哦来咯 第二轮咯 玛丽 再一轮我还没想到下一轮 你刚刚已经想要投票了 你看好真实 完全没有say 那我先讲 好你先讲 做这个职业的人 大部分 是男生 嗯 不要演了 不要演了 不用铺陈了 二十四小时 嗯 四小时 就是7 小七店员 当你需要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个拥抱 大部分 都穿长裤 有答案了 有答案了 有了吗 可以抓 我妈觉得谁是卧底是不是 对 对 我数一二三 然后 你们把 你们心中想是卧底的 手指我直接指了 好 好 好 来哦 一二三 他 你的他是哪个他 他 小安啊 左小安 我们三个都觉得是他 肯定是你 肯定是你 应该是你 他都是跟风在讲话 没有啊 肯定是你 我是真的有照我的题目来讲 真的吗 真的啊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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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你 应该是你 我要揭晓吗 现在 所以现在怎么办 可以揭晓 我们直接揭晓了 好 好 一起吗 好 一起翻 答案 一二三 警卫 警卫 耶 你看看你 你是什么 抱 是人不大 不大人能够当卧底 对不对 一下就被揪出了 排比不好 排比不好 拥抱是致命杀 对 拥抱是致命杀 因为 警卫也是可以给你拥抱 我从来没有遇过 警卫有那么克服 我是真的 谁不行啊 性骚扰 对 有没有太严肃了吧 你太入室了 保镖会跟人家拥抱啊 他要被子弹射的时候 我要去拥抱他 他帮他挡啊 但这个太补特性了 但是警卫本就比较不会 因为你刚刚讲站门口 保镖不会站在门口 保镖是站贴身的 所以你就知道 你跟他其中一个是莫迪啊 不一样 所以你要想说 我们谁比较像 对啦 因为你们讲得更笼统一点 所以我就会觉得 他跟我不一样 长库 他在长库 他真的常常穿长库啊 哪一个职业常常穿短裤吗 除了就是惩罚是 踩摊救护队的人 惩罚 惩罚我们没有惩罚啦 但是 没有惩罚 这么好 那福利体育上站住下 对 这里打腰八级了吧 对啊 我想问的就是 你在准备这个剧当中 体能有 除了练八级拳之外 有没有是每天 要去跑三千啊 然后 没那么多时间跑三千 但是基本的重量训练是要啦 要维持这个身形 跟这个体态嘛 对啊 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去钟情局 你好好当保镖 你说他容易被试过吗 埋伏潜伏 臥底跟当家保镖 还是有一段差距 不要这样 我在戏里面其实也有 有那个 抛开自己的身份 去做别的事情 他在戏里面也是有一个 类似臥底的感觉 对对对 其实执行得还不错 让我们谢谢如此帅的 类臥底 谢谢保镖